请问你是夏冷清果小姐吗 对不起 你是 我是袁征的太太 哦 袁夫人 你好 现在不是了 能跟你聊聊吗 你怎么能丢下你的新婚丈夫 远走高飞呢 是他支持我去的 这男人呢 一有了事业就不再想妻子了 那 他回家了吗 回家 他一直都在家呀 看来你是一点的 我都不知道啊 怎么了 你干什么 你疯了 我是疯了 我出国的这段时间 你都干什么去了 你居然都能住到孟欣家里 我说家里电话为什么没人接 你的手机怎么打不通呢 你 你你你你你什么你 我早就知道你忘不了孟欣 你说呀 十一飞 你把你跟孟欣致敬的丑事 全都说出来 我有什么丑事啊 我要跟你说来着 你给我机会说了吗 你等到当天我就出了车祸 生命垂危 我先后做了两次手术 是孟欣救了我 他到现在还欠了一大屁股的债呢 编编编 你就编吧你啊 我从来都没听你提起过 你现在为了惨祸孟欣 你之人都开始胡说八道了 十一飞我告诉你 我说你这段时间怎么不对劲了呢 原来都是孟欣给闹的 看来 看来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当副 对 他就是当副 当副 你打我 我父母再不疼我 都没有打过我 十一飞 你心疼东西了是不是 好 我就让你好好心疼 我要告他 告他第三者 告你们非法同居 我要把你们的丑闻 传遍整个城市 上任亲管 你不要太过分了 如果没有孟欣 我根本就活不到现在 我不告诉你 你自己想想看 我为什么不告诉你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的心是怎么想的 是 我是不知道你的心 可是你知道我的心吗 我在外头 遇到那么大的灾难 我还有空 就像你也打电话 可是你呢 你想过我的死活吗 难怪你支持我出走的 我在出国前 我记得跟你结婚 就是怕你又回到梦星的身边 可是没想到 我在外面吃惊了苦头 却给了你门破镜重圆的机会 是岳飞 你也要我不告也可以 除非你老老实实地承认 我承认吧 我对你没有什么好承认的 我做事是光明正大 你不要我是岳飞 好 那就走着瞧 一定要今天去吗 可我手上只有大纲 就是拿着大纲跟出版社 对不起 我问一下 请问梦星是住在这里吗 我就是梦星 有什么事吗 这是法院传票 我是去法院的 你被起诉了 我被起诉了 为什么 对 法院已经把传票 下到梦星手里了 他什么反应 他能什么反应 肯定惊慌失措呗 这场官司 你可一定坚持打到底 梦星一定会神败名裂的 如果需要什么证据 我帮你找人 对了 小慧姐 我还得谢谢你了 如果不是你告诉我 我现在被骗了还不知道 咱们都是受害者 这也是维护咱们的正当权利 好吧 有什么及时联系 那好 随时保持联系 再见 你在跟谁说话呢 证人 怎么了 秦国 只要你能够撤诉 我可以跟你好好地谈 没什么可谈的 石一飞我也告诉你 就算你说一千次一万次 我都不可能相信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的 我就这样 我怎么了 我就这样怎么了 是因为我告诉你 你编的整个就是一个神话故事 你生命垂危 他日夜守候不说 还给你付昂贵的医药费 你可别忘了 你曾经是怎么对他的 你抛弃了他和孩子 换了是我 杀你的心都有了 怎么可能会这样呢 除非你们聊什么 对了 你们当初肯定是假裂婚骗我的 肯定就是假裂婚骗我的 要不然不可能会这样 你说过了没有 你说过了没有 人说话要摸摸自己的良心啊 我跟沐昕离婚是因为我跟你在一起 所以我对不起他 但是我跟你结婚 我是真心诚意的 我是心甘情愿的 你自己想想看 潘大静死了 我要重建公司 孟姓为了支持我 他把家家都掏给我了 那是我攒的钱 给他们买别墅的钱 我要骗你 我要骗你 我现在他们娘娘 还住在小婆屋子里面吗 那说不定 你现在又在编故事 你就想利用这个故事 骗我把钱转到她的名下 你说你生意赔了 没准早转到她那儿去了 下冷清果 你这样说你就太过分了 你去公司查查看 到现在为止 孟姓没有跟我提过钱的事情 我也从来没有说过 这个钱要你还 好 既然你们相信我和孟姓是清白的 那咱们两个在一起 还有什么意义呢 那好 就算我相信你是清白的 可是我凭什么相信她呀 我凭什么相信她 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她妈妈就说 我是个不三不四的女人 可现在呢 她的女人是什么 是什么 回来了 你来了 嗯 妈 法院来了传票 下冷清果把我告了 为什么 睡觉了吗 睡觉啊 宝贝儿 来 不吃了 真乖 妈妈 你又跟爸爸改双软软软软软了 小鬼头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喂 连儿子都知道我每天晚上在给你打骚扰电话 对不起 我今晚不奉陪 我有事要出去 去哪儿 我去哪里需要向你汇报吗 不妨说说嘛 我真的有事 我要挂了 袁正 你要是敢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挂电话 我今天晚上就一直给你打手机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是不是 又要为孟昕的事去忙啊 你什么意思 下冷清果不是已经把孟昕给告了吗 这事你不会不知道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袁正 你也太不了解我了 我明白地告诉你 这事是我一手策划的 谁胜谁负 就已经初见端倪了 齐晓慧 看起来我真是低估了你 这个下冷清果真是 你说咱们家跟他是什么缘呢 我告诉你问题就出在你这儿 我一开始就提醒过你了 石亦菲的事情不要管得太深 你看怎么样好心没好报吧 石亦菲当初都快死了 要不是孟昕哪有他今天 真是不可理喻 孟昕 你看你值不值得 还有那个下冷清果 怎么说他跟孟昕也是同学嘛 阿姨你好 我是清果 我是孟昕的同学 你把这种不三不四的人 弄到家里来 还要他上你的床 要不要脸啊 阿姨 其实不关孟昕的事 不是他的错 其实我们俩是刚才在 齐 出去 出去啊 你会少上我们家来 不许你找他 江姑 我明白了 咱们家跟下冷清果的仇 是我种下的